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还记得这首歌吗?洛川给2007年的快乐男生拍MV 我最闪亮,13名身着白大褂的男孩子一甩排开 是不是迷之吐气,可他们有没有让你想起你少女时代 那个夏天,你有没有为他们欢呼,投票,沮丧 一晃十年过去了,最开始也是最辉煌的07快男 每个人都有自己跌宕起伏的十年 最近由向往的生活衍生出来的新综艺节目 欢迎来到《蘑菇屋》首播 第一组飞行嘉宾聚集了几位2007年 以快乐男生身份出道的歌手,引起满满回忆沙 如果时间退回到15年前的那个夏天 或许许多观众都会被这一群年轻男生的歌声打动 他们曾经代表着青春,梦想,诸如此类闪闪发光的词语 不过,15年过去,首批快男们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 他们或身陷争议,或突遭意外,或直接翻车,或逐渐退圈 陈楚生是冠军,一出道万众瞩目 公司为他铺平了道路,眼看一个新星就要升起 然而在面对天余频繁的商业综艺走红毯时 陈楚生觉得特别不适应 他说自己是做音乐的,只想认真的做好音乐 挣扎了一年半,陈楚生选择消失 在2008年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 陈楚生被邀请为压轴主唱 本来预定的是有三首歌曲演唱 大概是10分钟的舞台时间 彩排中也都一切正常 但临近的演出,按照计划 已经轮到他压轴出场,但他失踪了 成千上百名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 手机也关机,好像这个人从未出现过一样 后台的导演以及工作人员焦急到绝望 台下坐的观众一脸茫然,一阵唏嘘 激烈的粉丝不买账,线上线下,喊声连连 而台上的主持人更是不知所措 为了就这场灾难般的现场 便自行组织唱起,缠回家看看 但是不就唱难看,就唱同样难看 台上的几个主持人竟然都不会唱完整版的唱回家看看 你一嘴,我一嘴,现场更是乱七八糟 灾难连连,最后只能和观众互动草草收场 后来我们才知道 当时的陈楚生已经买了当晚8点的火车票 任性的回到了北京 这场跨年的闹剧 一直让大火的湖南卫视颜面丢尽 经济损失惨重,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笑话 一手将陈楚生捧红的湖南卫视 不求他感恩戴德 竟然如此打自己的脸 愤怒不言而喻 所以陈楚生被封杀了 十多天后,他终于现身 单方面宣布与经济公司解约 接着便收到了索赔消息 四年间,他需要偿还的金额从650万涨到了2600万 最后出现了227亿的天价 不仅要支付巨额赔偿金 他还被封杀 八个多月没工作,也不能公开唱歌 解约仪式前前后后持续了几年 人气慢慢消耗殆尽 去年,他与湖南卫视和解 还登上了歌手的舞台 不少歌迷才知道 消失的那些年,他一直在创作音乐 可他没有放弃音乐 不少观众却放弃了他 在回到舞台时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昔日的冠军 和他一起被忘记的还有亚军苏醒 当时比赛中的他擅长RB曲风 并且长得浓眉大眼 穿衣打扮都非常潮流帅气 很受粉丝的喜欢 出道后,一直到他在后台打架之前 都还算是顺风顺水 那是在2012年中国歌曲排行榜 颁奖典礼后台 他打了2010级快男冠军李伟 据说是因为一个女孩 李伟插足了两人的感情 而且打架事情被爆出来后 他也没有藏着掖着 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公司惩罚 暂别娱乐圈 毕竟是自己先动的手 之后他被娱乐封杀 后来好不容易和公司解约 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却没有了热度 兜兜转转这些年 虽说上了不少节目 可真正听他音乐的少之又少 当年苏醒打架的事 在一段时间内闹得沸沸扬扬 几个当事人的事业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这其中最无辜的 应该还是要张杰 有媒体报道 说当日两人在后台打架的时候 张杰正好推门进入 看到这一幕默默关上了门 张杰关门梗因此而来 碰巧那几年刚出道的张杰 正因能拿到各种好资源备受质疑 又被爆出这么一个梗 他更黑的更厉害了 可他和谢娜一样 都是越黑越红 一路走来 唱功确实越来越厉害 可时尚方面依旧被吐槽 但不可否认 选秀出道后 他是07快男中最红的 可当年他只是07快男的第四名 排在他前面的是魏晨 魏晨算是快男中 发展最稳定的一个 名气虽然比不上张杰 但也有不少支持他的人 做音乐的时候 他专心做音乐 这几年又当上了演员 一些热门电影如八百 金刚川 我和我的祖国 都有他的表演 但在演员这条路 他不如和他一起演八百的 于浩明 于浩明是07快男的第六名 因为清新爽朗的外形 以国民弟弟身份出道 曾凭借一部 一起来看流星雨爆红 还成为了天天向上钟的一名主持人 本来事业会越来越好 结果2010年10月 拍戏时 为了保护女演员 她意外被烧伤毁容 后来光是治疗 就用了两年时间 再归来时 机会已经不在 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只能演配角 一直到2017年 她凭借那年花开 月正元中的反派形象 才逐渐被关注 只是在这之后 她接到的大多还是配角戏 于浩明的故事 曾经感动过无数人 网友们都在说 涅槃重生 充满了敬佩 王月新是07届快男 年纪最小的选手 比赛结束后 红火了一阵子 还曾获得湖南卫视栽培 搭档汪涵和马可主持 越测越开心 无奈主持能力有限 再加上新人辈出 很快她就失去了市场 为此 她转往影视圈发展 参演了多部影视剧 尽管没有爆款作品 收入应该还算稳定 25岁那年 王月新取了 担任节目编导的 吴雅婷为妻 婚后生下一对儿女 本以为他们能够幸福到老 殊不知 2020年底 却宣布离婚 在离婚声明中 她称妻子为室友 引起重怒 公众形象受损 时隔两年 依然有人对她在婚姻中 提前下车 咔咔于怀 可其实07年 快乐男生15年 也有一些自毁虔诚的 比如排在她后面的 来自内蒙古的阿木龙 当年凭借民族和流行 结合的风格 收获了不少粉丝 出道后还开了演唱会 结果在2010年 酒驾撞上路人 并且还逃逸 路人被送到医院后 伤势过重 最终不治身亡 而她也在清醒后投案 最终被判入狱三年半 还要赔一大笔钱 可是出道没多久的她 根本没太多钱 后来还是07快男的兄弟 聚在一集给她凑的钱 据后来的采访说 当时比较火的 张杰谢娜 给的钱最多 阿木龙是07快男的第八名 第九名张远 第十名是王征亮 两人的情况比较相似 都曾经有过代表作 却始终活不起来 张远比王征亮幸运 出道后 组了至上丽和 凭借一首棉花糖走红 可后续作品跟不上 最终也逐渐淡出了大众视线 前两年 34岁的她 还参加了创造英2019 但最终没有成团 人气也退去 而王征亮还要比她惨一些 当年出道后 一直写歌唱歌 却怎么也红不起来 直到前几年 才凭借一首 时间都去哪了走红 不过那时的她 已经逐渐退到幕后 做音乐制作人 和他俩一样的 还有吉言 当年甚至为了音乐 放弃了自己一片光明的视野 带着秘书参加了南京海选 后来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第五名 出道后也坚持过几年音乐 却始终没有效果 最后开始在节目中当主持人 后来又拍戏 当演员 上综艺 逼歌手越来越远 值得一提的是 张杰上歌手时 他在节目中当歌手经纪人 陈楚生上歌手时 他还是经纪人 不知道看到曾经的兄弟 在台上唱歌时 他会不会想起自己的歌手梦 当年的舞台上 他们曾是星光熠熠 可下了舞台 他们也不得不经历 人生的高潮或低谷 赢一场比赛容易 但以自己的方式 过好一生很难 时光匆匆流逝 谁又知道 下一个15年会发生什么呢 记得流浪地球上映时 一个叫龚格尔的人引起热议 他是影片的制作人和编剧 而且他当年还参加了 2007年快乐男生 成绩是全国18强 可他的经历 要远比一些排名靠前的人丰富 这些年来 他创作过北京奥运会的场馆配乐 出演过骨格的恶搞短片 鸟龙山脚斐记 给魔兽世界中的角色配过音 唱过穿越火线的主题曲 如今还当上了制片人和编剧 所以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